好嗎 世界難得那麼美 於是追要你陪 可惜本能總會將美麗 汗水化成淚水 黑夜之所以會黑 叫醒人心裡的鬼 再有誰 再隱晦 再提內是什麼 再把我摧毀 再傷痕累累 我可以無所謂 寂寞卻一直掉眼淚 人類除了擅長退背 做什麼都不對 Oh I'm not okay 我假裝無所謂 才看不到心被凝碎 人在愛情裡越殘悲 就會越多愛 就會越多愛 我也無所謂 無所謂 Oh I'm not okay 心裡越殘廢 心裡越殘廢 就會越多安慰 無論有多虛偽 好 好 許詠玲的演唱 有請張宇老師講評 我覺得今天詠玲唱得還不錯 然後還蠻能打動人的 這個是 我說實話 比較少在你身上聽到的 那我覺得今天還不錯 謝謝老師 這是一大進步耶 你做了什麼改變 你自己覺得 就是我之前都沒有唱過 男生的歌曲 然後唱女生的歌曲 我很容易去模仿原唱 所以上次老師挑了 小胖老師挑了一個心跳給我 可是我沒有唱好 所以我就希望這一次能夠就是 再挑一次男生的歌曲 然後再重新把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唱進去 好 那小君老師覺得呢 你是一個很會唱歌的女生 但是就是說 你要練習控制你的 你的力道跟你的力量 還有就是你的低音 像通常很多人都 練唱的時候都會練高音 但是低音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 用在丹田的力量 低音是用的比較多 高音跟低音 低音是用的比較多 那你要練習那個 如果你的低音唱得好的話 你高音一定會唱得好 老師請問你自己怎麼練低音 高音我們就不要上去 往下 然後再下去 再下去 再下去 對… 你唱一下 是誰 是… 下不去 是… 是不出來 對… 可是你可以的 可是你回去的時候 你就一直去練這個 是… 是誰… 是誰… 對… 對… 反正你就是先去 練好你的低音 那個低音的東西 比高音的 用的力量還要多 那很難的 對… 那個控制就會比較好 好 謝謝老師 原來原住民唱歌 也是有經過練習的嗎 我以為你們都靠天分啊 沒有 天分還有就是後面的練習 也要有啊 不是天生就會唱歌 也是要受過一些 老師的指導啊 一些訓練 有啦 原住民也有唱歌不好聽的嗎 有 還有無怨不全啦 有啊 像坐在你右邊 右邊的右邊的那一位 真的 他原住民耶 我知道啊 你哪一組啊 小鵬老師 我媽跟小君的媽媽很好 我們都是悲男的 對… 他媽媽是我們村莊的 我們男王的 所以小鵬老師都沒有在練 他可能像他爸爸啦 他可能像他爸爸啦 像他爸爸啦 這我沒說喔 馬上來看 我們許永玲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許永玲的演唱得到的分數 叫二十分 謝謝老師 非常好的分數 每一位評審都給了四個燈 所以其實要找方法 知道嗎 很好 你突破了自己 而且剛剛張宇老師給你那個評價 你應該很開心 超開心 對不對 因為我最怕張宇老師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唱歌看到他都會這樣 他眼睛比較大 看起來比較嚇人 就是我唱到一半我會覺得 我是唱錯了嗎 對 就會盡量看到他 又趕快避開他 但是我只是在看螢幕 因為我看不清楚 他其實看不太到 所以就很難得 就是聽到張宇老師說他 有感動到他 對 而且他十分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你找到另外一個階段 那就繼續好好發揮 好 恭喜許永玲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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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